好我想我之前在联系当中就跟大家分析过 IC设计的操作的逻辑呢 就是高价带动这个中价 中价呢带动这个低价 这个高中低价的不断的一个轮动 那我们刚刚这个也提到 就比如说像这个CDKY 好今天在创历史新高 那世新KY呢也在创历史新高 但是联发科虽然表现平平 但是3169的亚信我们看一下股价是涨停板 这是联发科应该算他的转投资了 所以整个IC设计股呢 我想目前是盘面上最强的一个诅咒 那很多特征会问我说 这个IC设计怎么突然转强 其实大家看这个CDKY跟世新科学都知道 其实他们是一路在创新高 那只是说中低价位的 比较这个地方还没有跟上去 那这两天就轮到什么 就是刚刚这个明乐提到的 就是在这个高速传输IC的部分 比如说像6104的创围 第三季EPS1.9肉 1.96也创下这个历史新高 股价呢也是这个反部的推升 已经这个创下历史新高的位置了 那现在还有空间吗 我认为这个地方 大家不要过度去追这个 这奖券已经连续大涨的6104的创围了 因为呢第一个 它是投这个外资一路的买超上去的嘛 对不对 但是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投信这个地方的琢磨并不多 所以我认为相对来讲的话 应该可以注意一下2436的伪权店 麻烦党包包打了一通伪权店的股价的一个走势 所以时间稍微拉长一点 所以稍微拉长一点 大家看今年以来 这个伪权店在这个上半年大涨之后 几乎今年一整年 一整年的股价都在70块钱到90块钱这个地方 做一个这个区间的一个整理 对不对 但是昨天 昨天呢为什么大涨 突破这个整理区间 今天在用跳空大涨的方式 因为我们看 麻烦党包打一下这个伪权店的这个三大法人部分 外资连续大买四天 那更重要是什么呢 投信昨天第一天 这个算是这个这段时间来第一天 大买2670张 自营商也这个买超610张 所以这个地方我认为筹码 跟这个基础线性来看的话 2336伪权店应该是比这个创委来得好一点 毕竟创委短线上涨幅稍微有点大了 那再看一下基本面的部分的话 前三季的EPS呢是这个3.2元 也是创下历史新高 那最近这个大家知道 比如说像为什么CDKY 它是这个股价可以这个一直不停的这个创历史新高 把这个大力光很很甩在后面 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它主攻的就是电源管理IC 那电源管理IC的重点就是现在 无论你是什么电动车啊 还是什么这个 notebook啊新的手机啊 都用了电源管理IC 那伪权店的部分就是在电源关系的表现还不错 那就是另外包括像是这个高速传输的USB PD 控制晶片 出货量呢也大幅的成长 那今年呢前十个月的出货量已经达到了1.6亿颗了 这个全年的这个缩量 可以达到2亿颗的一个水准 毛利率呢大概30% 那USB PD的这个快速 就是快速充电的这个控制IC 包括了笔电啊 手机啊 这个游戏机啊 都要都要使用 那大家不要忘了 现在哦 这个苹果对不对 已经不附这个iPhone 已经不附充电器了吧 所以现在你买的iPhone 你要自己去买一个充电器 那现在充电器就是要快速充电 那所以这个委屈对USB PD的这个部分的话 渗透率呢 目前已经达到30%到40% 明年呢可以达到60%到70% 呈生一个倍速的成长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在外资连续买超之后 昨天连投信也开始这个进入买超的一个行列 那我认为股价这个地方就还有续工的力道了 好6411的经验保护员建厂 也是这个礼拜外资开始买超 外资连三买 刚才的股价一度是亮灯工涨停 但是文科也提醒大家 IC设计呢 主要你还是要看投信的筹码有没有进来 那讲到投信锁码股 文科你还记得吗 10月份最标的 其实是3035的智原 3707的汉磊 还有2481二极体的强帽 都是10月份的轄空指标股 那这个礼拜这三档10月的轄空指标股 有没有修正到月线再向上转强的迹象呢 因为今天他们都要挑战日K联红 那智原这一波的拉回修正 甚至连月线都还没有碰到 修正到了月线附近 现在可不可以再找买点 有没有机会再过10月份的前高 好我想这一波 我们先看在10月份的时候 智原的股价为什么大涨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因为投信一路的买超嘛 那也许跟嘎工行情一路涨到 219块的一个高点 在股市当中大家常会讲一个句话 就是说你为什么而买 你就要为什么而卖 你看这个资源 这个在这个投信开始稍微 这个卖超之后 高档货币小姐 稍微有点气昂的情况之下呢 股价就开始稍微有一点修正 那我认为今天的一个上涨 应该是这整个IC设计的气势 带起来了 那既然这个我们之前讲过 你为什么而买 就是投信这一波呢 这个前波大买之后 这地方还没有开始 回来认养之前呢 我认为股价呢 上攻的力道 还是稍微有一点薄弱 要突破219块的前波高点 我承认这个地方 可能稍微有一点困难 不过 反正上我认为这个资源的股价 已经整理过了 已经整理过后 那股价应该有缓步攻坚 那个力道 那至于这个车用电子的部分 车用27起的部分 大家还是看一下 强帽昨天倒是看到 这个投信有油卖转卖 哪一个 强帽2481的强帽 对 但是呢 大家看 强帽的部分 大家可以发现 上一波也是这个 投信不断的买上 不过 这一波后来开始有一点回补 但是股价的部分的话 我认为还需要再稍微 稍微稍微整理一段时间